看见没有 Yes 我们低头一起讲 祷告 先祖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见面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从你那里来的智慧 怎么样来更进一步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亲 也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求你教导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就圣灵求 Amen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很有兴趣 孩子不听话 孩子不听话是一个常常被问的问题 孩子应该听谁的话 你要孩子听爸爸 或是妈妈 或是老师 或是祖父 或是祖母 或是谁 孩子听谁的话很重要 爸爸妈妈可能已经不同意见 老师可能另外一个意见 那到底孩子应该听谁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孩子听谁 上一次我们讲到为什么新年书 我们就讲到说 不但要主观的经历 而且更需要客观的事实 那我们 跟大家沟通的就是 圣经的第一句话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如果他是创造主 那么当然 孩子听谁呢 是听 耶稣基督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 耶稣是宇宙的创造主 你怎么知道 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到一点点了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道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皆做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退位 所以我放了一些花草树木 一些生物动物 让我们再温习一次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怎么样知道呢 虽然眼睛没有办法看到 这些创造宇宙的天空 星宿 太阳 月亮的 但是杰作他所造的东西 就可以晓得 晓得无可退位 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记得的 我们有一位创造主 只有他是管理一周一切 对不对 所以耶稣基督的创造主 是不是肯定 你是不是肯定 你能不能回答 孩子的问题 如果孩子告诉了说 我们学校怎么样教 或是说看 看探道 什么报告怎么样 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希望你们跟孩子谈话 然后呢 把他们的问题写下来 如果你有疑问 不知道怎么回答呢 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好吗 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耶稣真的是创造主 很多问题都可以回答 这样 与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儿女 很简单 主的教训和警戒都在圣经里头 所以你就是把圣经读熟了 每一样事情 都是回去圣经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些 个别的问题 什么叫做主的教训 当然 圣经里头是上帝的话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对不对 所以 什么叫做主的教训 全本圣经 做父母的怎么样 为儿女分别为圣 自己与神同行 如果他是创造我的 我就跟上帝一样了 跟上帝同行 同意上帝所讲的 对不对 只要尊重儿女的人 一个自由 不舍儿女 失去他们的志气 不冷他们的气 如果耶稣是宇宙的创造主 他造人 是造成他的形象去造的 我就造成这个真理 来处理孩子就对了 因为孩子跟我一样 是造成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孩子跟我一样 有人权 有价值 有尊严 所以当然 你就知道说 我希望人家怎么尊重我 我也怎么样尊重孩子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带领孩子 学习认识主 同样很简单 他是宇宙的创造主 我解释给孩子听 然后在我每天的生活里头 比如说很小的孩子 我就带他看花草树木 我就介绍上帝的创造 每一样那大孩子从小 他的思想是充满天赋 这个花很漂亮 是主耶稣造的 这个动物很可爱 是主耶稣造的 但是你也要回答 为什么有一些动物会咬人的 为什么有一些动物会吃其他动物 对吗 所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们有问题 你再问 而你长大时候不肯来教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信什么 我们只是要孩子去教会 所以他们不知道去教会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你信什么 营造家庭气氛 如果我尊重上帝的话 自然而然 你的家庭气氛 就是对的家庭气氛 所以我每一样 我只是简单讲一讲 你们可以再问 比较直接 或是比较仔细的问题 怎么样避免夫妻冲突 影响孩子成长 夫妻的关系 要照着圣经所讲的 那自然没有什么好冲突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冲突呢 因为我认为什么是对 他认为什么是对 我们的标 如果我们都是创造主 那没有什么好冲突 你就可以告诉我 什么例子 那我们就可以更仔细的解答 怎么样正面 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 什么叫做不良 很重要 很多父母就说 孩子做错 我就问 什么叫做错 不是我的定义 什么是适当的刑罚 我是谁 我有没有权柄 去刑罚呢 怎么样讲 避免自己的脾气发泄 当然了 每个人都知道 好像保罗所讲的 我知道不应该发脾气了 但是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那里 他继续讲 感谢神 感谢神靠着主耶稣 所以你会发脾气吗 感谢神靠着主耶稣 当然 有一些人是因为发脾气发的很多年 所以一碰就会发脾气 怎么要学习呢 学习安静 学习不要那么快反应 你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以前的 碰到什么东西你就发脾气 是以前的习惯 现在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所以这个新的习惯需要你故意做 所以第一样要学的 就是不要反应 安静 好像圣经里头 尼米所讲的 当人家问他有个问题的时候 心里默默的祷告 你如果读尼西米 你会看见他常常 心里默默的祷告 他很多事情 他先祷告 怎么避免发脾气呢 安静 不要反应 心里默默的祷告 请上帝 让你可以安静下来 只要你安静几秒钟 你就发现 你就有智慧 不发脾气 帮助孩子建立 一个坚固的心心 从小自己去经历神 不是离开家庭后流失 很多人以为说 孩子如果祷告 上帝听他祷告 这是经历神 这个不对 不是这样子 孩子要先知道 他信的 信的 是创造宇宙那一位 所以如果他造我 为什么他要听我祷告 对不对 所以经历神 不是说 孩子祷告 上帝听他 那个是不对的 经历神 应该是带领孩子 每天读圣经 让他真的认识神 我们刚才讲的 他必须要科学方面的证据 告诉他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这方面 这么重要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能不能带到 很多东西 many kids refuse to go to church when they get older high school or college students at this point family order etc. is too late what should their parents do pray for them when kids are too old and they don't go to church anymore there is very little a parent can do it's actually very late it would take a miracle to bring the child back so you can pray God help him to meet Jesus somewhere maybe he needs to learn in a hard way maybe he needs to be bankrupt maybe he needs to be very sick so that he will be humble and then maybe he will come back and look for God a lot of times when people are weak then they'll be humble I know a man who had been to church 20 years he was a very nice husband he took his family to church every Sunday but he refused to believe in Jesus until his company was going to lay him off and all of a sudden he felt like he had no control anymore so he was asked God to help him so maybe when they are grown they need to be taught to humble themselves you can pray that God would help them to be humble to know that they are nothing ok so so we today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还是听谁 耶和尔上帝 吩咐 命令 你如果看了英文的话 命令 亚当 说 别人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我们都很熟悉 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是 为什么 上帝不要我们 自己 决定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因为我没有那个知识 I do not have the knowledge to kno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because I did not create the universe 我没有创造宇宙 我没有知识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所以上帝不要我们 自作主张 他不要我们 自我中心 所以回答我们 今天的问题是 孩子听谁呢 因为 我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这里有两家汽车 绿色的车子 是要用电的 红色的车子 是要用柴油 this one should use electricity that one should use diesel 所以这是他们的燃料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呢 谁决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设计者 the one that designed the car 他决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比如说 应该用电 如果我不听 后果支付 同样的 下面的 这辆红色应该用柴油 如果我不听 后果支付 车子自然会坏掉 合理吗 所以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错 设计者决定 我们只可以选择 接不接受 设计者 所讲的话 然后呢 后果支付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孩子应该听谁 设计者决定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们可以选择 接不接受 设计者的决定 但是 我们要承担 那个后果 所以孩子听谁呢 不是听我 不是听你 听那一位 设计一切的 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教孩子呢 我们就把自己 当做上帝了 这也是魔鬼的罪 我要人家听我 我就是把自己 当做上帝 这是很可怕的罪 这是魔鬼的罪 所以希望各位 父母亲 不要说你要听我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 我们是说 我们都要听主耶稣基督 好吗 记得清楚了 实际者决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实际者决定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们每一个人 选择 要不要接受 实际者的决定 然后 后果之父 所以圣经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 听从父母 如果我们的父母 是讲的 不是在主耶稣的范围里头 我们不应该听 如果你的父母亲 要你去偷东西 这个不是主耶稣讲的 你不应该听 如果你的父母亲 要你去打人 这不是主所讲的 你不应该听 如果你的父母亲 告诉你 无所谓啦 如果 那件事情 不是上帝说 无所谓 我们就不应该听 很简单吗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 听从父母 爸爸呢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严育他们 父亲 不要让他们生气 不要讲一些话 贬他们的价值 或是尊严 只要做什么呢 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什么是教训 正面的 比如说 孝敬父母 这是正面的 什么是警戒呢 反面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圣经里头 有很多 这种的例子 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于他们 我刚才提到 孝敬父母 各位听清楚没有 不是孝顺父母 是孝敬父母 尊重父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亲是上帝给我的 我没有全选择 既然是上帝给我 我尊重上帝 所以我尊重上帝给我的父母亲 如果父母亲不对 没有照着主的话 我还是尊重他们 这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育他们 丈夫吗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妻子 正如基督 爱教会 丈夫怎么样爱妻子的 是跟基督爱教会 一样的爱法 不是乱爱 不是妻子要你做什么 你就听 不是 是要照着真理 因为是照着基督 爱教会 基督耶稣是照着真理 来爱教会 所以丈夫爱妻子 不可以随便来 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教导 那种的爱 才是对的 为教会设计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 最困难的 做妻子的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刚才我们讲到 如果我要人家听我的话 我是把自己当做上帝 那么现在这段圣经怎么说呢 那丈夫 是不是要妻子 来顺服自己呢 好像不大对 当你仔细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顺服这个字 不在原文 这是翻译的人 把它加上去的 所以 曾经有两个女人 同样的问题 不同 她们彼此不认得 不同地方 但是她们有同样的问题 她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她们都已经信了耶稣 但是没有去聚会 为什么 因为她们的丈夫 还没有信主 反对 她们去教会 所以两位都说 那圣经说 要顺服吗 说我就顺服 我的丈夫 就不去了 所以过去这十年 虽然是信主 所以生命很软弱了 因为没有继续长进 当我把这段圣经 告诉她们两个人 不同时候 不同地方 她们两个人 同样的反应 我说你们做句子的 当顺服 顺服这个字 不在原文 她们两个人的反应 就说 那这个不是句子 因为没有动词 太聪明了 她们懂得文法 因为这个不是句子 她是跟什么地方来 跟上面来的 上面说 彼此顺服 很多人读以福 所书第五章 是读二十二节 为什么不读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 要彼此顺服 而且不单是 彼此顺服 而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然后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在妻子的表达呢 就是尊重丈夫 在丈夫的表达 就是爱妻子 为她舍弃 因为爱跟顺服 是同样的事情 所以妻子 丈夫 先存敬畏基督的心 然后彼此顺服 妻子 要特别注意的 是要顺服 丈夫 要特别注意的 是要爱 了解吗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有的人际关系 主耶稣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任何人 不要抢夺上帝 我们的地位 听谁呢 孩子听主耶稣 孩子不是听爸爸 不是听妈妈 不是听老师 不是听祖父 不是听祖母 只是听主耶稣 所以你做父母的 做主父母的 要学什么了 要把上帝的话 读得很熟 你才可以教导孩子 上帝的话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 我们要读熟 上次我告诉各位 每天两餐 必须个人领袖 跟家庭领袖 是一定要的 不可以少的 这样子我们可以全家 听从床造主的话 这是我到女儿的家 因为我们每天做的事情 我们很少拍照 我们自己的家 那么多年 从我们结婚开始 每天都有家庭领袖 没有拍照 我们只有一张照片 是台湾的电台 来采访的时候 他们拍的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 你每天做的事情 你很少拍照 但是你去玩 那个是只有很短的时间的 你就拍很多照片 对不对 所以有一次 我在我女儿家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他们一定也没有拍照 所以是我跟他们拍照 这是他们平常 家庭领袖 就在他们床上 所以这是必要的 耶稣说 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 得到自由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 孩子不听话 你要先问自己 孩子应该听谁 那我怎么知道 哪一件事情是对 哪一件事情是不对呢 我自己要很熟悉圣经 我才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 告诉我们的孩子 那现在是各位的时间了 所以你们 半个钟头你们可以问问题 Villiam Gold 还有 Maggie R-Y-N Anthony 你还是不可以讲话 OK Y-Mae Alan and Rachel Alan and Rachel Da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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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an-Feng And I think R-Y-N is Ryan Ryan Lee Ryan is Ryan OK OK 还有Irene OK Pauline我写了 OK 现在是你们的时间 你要问什么 还是你有什么 这个回应 Anthony是不是 家家 Rita 是的 OK 好 这个 Anthony是 他事实上 Anthony是他儿子的名字 他是Rita 他是Rita OK Anthony就是Rita OK 所以Rita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OK 各位自由 Pauline你有什么要问吗 你要打开你的麦克风 打开你的麦克风 你还没打开 你的电脑的左手下面 各位 各位要讲话 你就打开你的话筒 还没有的话 Irene有什么要讲的 对不起 因为我晚一点来 我还没有问题 谢谢 OK 你就想想看 Maggie呢 我想问一下 以后所说五章这里 说 您刚才提到的彼此顺服 怎么彼此顺服 因为后面是讲到 亚当顺服自己丈夫 顺服 顺服主 那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呢 你记得那个大前提是什么 是敬畏基督 对不对 所以无论什么事情 第一关要通过的 是耶稣基督 OK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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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打个 我去不去了 我当然不去了 因为上帝没有叫我去打人 对不对 所以先敬畏基督 所以我就知道说 这件事情 我不能顺服 因为没有通过耶稣基督 如果我的丈夫说 我们去吃饭 那你就问耶稣 可以吗 我们今天可以出去吃饭吗 大概是可以吧 所以呢 你就说 好啊 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那如果呢 你觉得说 你没空 你不方便 那么 你的丈夫呢 就可以了解 他就为你舍己了 对不对 你说你不方便 你很多事情要做 你今天没有空 那做丈夫 你记得 丈夫比较 需要学习 是爱 对不对 为妻子舍己 所以他就做他那方面 他就说 没关系 那么我们下次再去 OK 因为圣经的话 是很奇妙的 男人 比较不懂得爱 或是说 比较不懂得怎么样表达 女人 比较不懂得顺服 所以圣经特别要提出 女人呢 你在这个爱跟顺服之中 比较要学习 是顺服 男人 在爱跟顺服之中 比较要学习 是爱 但是大主题呢 是必须要在敬畏基督的范围之下 OK 所以无论什么事情 先问 这件事情 是不是耶稣说 可以做的 比如说 我刚才说 我丈夫 要我去打戈壁那个人 我就问耶稣啦 耶稣 不要我去打戈壁那个人 那我就不需要顺服丈夫 对不对 因为我先要通过主耶稣 曾经有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说 他们要游戏他们的房间 那么这个男的说 他喜欢浅男色 女的说 他喜欢浅红色 那怎么样决定呢 那我说 就照着这个formula啦 第一样 我们问耶稣 耶稣 男色 或是粉红色 可以吗 当然你知道 耶稣一定说可以啦 为什么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天红 彩虹 什么颜色都有 对不对 所以通过了主耶稣啦 然后下面是丈夫 因为爱妻子 为妻子舍己 所以丈夫做的就说 没关系 我为你舍己 照你喜欢的 那妻子就说 我顺服你 你喜欢什么 我顺服你 所以这对 这对新婚 无情说 那怎么办 我说 无论你怎么样决定 两个人都快乐 因为如果是 你们决定 要粉蓝色的 妻子很快乐 因为她是为了 顺服丈夫 如果你们决定 粉红色的 丈夫很快乐 因为呢 你是为妻子舍己 对不对 所以无论你们决定 你要两个颜色都涂 也可以的 因为两个人都会 知道说她做的是对的 OK 所以那个是 很重要一个原则 我听了太多人 只是读以夫所书的时候 第五章没有读21节 只读22节 所以这是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读圣经 不可以单单读一点点 这是为什么要整本读 因为我最近 在Zoom上面 有很多的查经班 我每天都有查经班 所以我就发现 很多在教会里头 很多年的 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圣经如果不熟呢 都是照自己的意思 所以各位 希望你用功读圣经 每天你现在不是 我是9岁开始读 所以你不是9岁 所以你应该起码 用20分钟读 什么都不要管 不要管说我读了 懂不懂不要管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你先把圣经读 你就好像读小说 读历史 其实圣经是历史 你就是一直读下去 有的时候你说 怎么办 我不了解 你就写在旁边 然后继续读 不要停 你如果停下来 你就很难 从头到尾一直读 所以你要研究的东西 是另外一个时间 是另外一个时间来研究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读了这个字怎么读 连读那个音也不会读 我就写一写在旁边 我等一下再去炒字典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停下来 我就发现 我就读得很慢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很舒服 因为多数在家里 我有很多参考书在我旁边 但是我不可以用 我要先把圣经读 读完 然后我需要去查考的东西 我再去查考 因为我发现 如果我停下来 我去看我的参考书的话 我就很难继续读下去 另外一样是 电话 早上起来 不可以看电话 好吗 因为电话是很可怕 你一开电话 你就哎呀 Kate写什么给我 我要看一看 哎呀 Iris写什么给我 我要回应 你就糟糕了 所以我是勉强自己 我决定 我还没有读圣经之前 我不可以看电话 所以同样我也告诉其他 在查清班里头的弟兄姐妹 你试试看 不要看电话 先把圣经读完 想到 我要打电话给谁 不要停下来 在旁边一张纸写下来 等一下不会忘记 我要买什么东西 写下来 我要做什么事情 写下来 那都继续读 OK 这是我发现 我要监督我自己 要不然是魔鬼 很多办法来拦阻你的 OK 还有什么问题 丹凤有什么要讲的 没有听 有小孩子 你是年轻的妈妈 也不年轻了 OK 但是孩子还小 对对 感谢主 所以你有什么 每天遇到的问题 不听话 所以现在知道了 不要孩子听我的话 对不对 我们要分析一下 到底这个话呢 是不是上帝讲的话 比如说 孩子吃饭 你要孩子吃饭 孩子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们就问耶稣了 耶稣 我的孩子不喜欢吃饭 那应该怎么样呢 圣经怎么说 上帝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吃 他不喜欢吃饭 没关系 有面包 有面 有米粉 有很多其他的 是同类的蛋粉 蛋粉类的东西 对不对 你就可以跟孩子讨论了 今天下午 你要吃面包 晚上你给他选 你要吃potato呢 还是要吃米粉呢 你给他选 给他两样东西 你给他选 孩子会觉得你尊重他 而且他有input 他有份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吃很多 孩子不喜欢吃菜 你怎么 你就问 经怎么说 哎呀圣经 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种菜 所以我们都可以选择了 不一定要吃这种菜 上帝给我们很多绿色的 你就在绿色里头选一样 他喜欢的 你带他去买菜 你说你选你喜欢的绿色的 上帝给我们这个 carat的颜色的 你跟孩子说 上帝造很多这个颜色的东西 你选你喜欢的 还有紫色的 你给孩子选择了 这孩子去买菜就很好玩 他跟你去买菜 就在好像在看上帝的创造多么好多么可爱 所以每一样事情 你是在带孩子 想到天父的爱 每天的生活 从小开始 下雨 今天天气不好 你会这样讲吗 现在改变了 下雨是很好的天气 因为上帝知道我们需要水 对不对 这有一次我以前住在Washington 那Washington的规矩是孩子12岁才可以自己在家里 那有一次我们需要出去我的小儿子12岁 我就告诉他说可怜喔 你一个人在教 我孩子说 我不是一个人 我觉得很惭愧 我教他的嘛 你永远不会一个人 耶稣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自己都忘记 好玩吗 所以就说对啊 你不是一个人 谢谢你提醒我 对不对 所以你顺天的思想 要想到我的创造主 所以下雨不是不好的天气 下雨是很好的天气 不是不好的天气 所以阴天也是同样是很好的天气 也不是这样 对吗 是 所以小的时候呢 机会多一点 OK Alan跟Rachel有什么讲的 我替他们问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孩子的态度 对 OK 那个怎么办 态度是反映父母的态度 很重要 当然 如果你不是自己照顾孩子 那已经不负责人了 所以如果你将把孩子给其他人照顾 那你是弃权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必须要有这种的预备 你要自己照顾你的孩子 但是我知道我们来到北美 有的时候是不得已 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时间表 尽量多时间自己照顾孩子 然后你会发现 你其实有时间照顾孩子 不过你在家的时候 没有真正跟孩子交流 你说我要煮饭 对 煮饭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谈话 所以我平常煮饭的时候 我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就坐在旁边看我煮饭 我就一边煮一般解食 对不对 我们在做切菜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解释上帝的创造 解释上帝的爱 所以一方面 你要做饭 对 你要做很多事情 对 但是你要用那个机会 跟孩子谈话 跟孩子交流 那我们的态度 我们不要 好像刚才那个问题说发脾气 当然那不好了 我们不要急 我们有的时候很急 用很多事情做 所以我们跟孩子讲话 就很急的讲话 他就学到这个态度了 他也不耐烦 所以我常常 特别 从国内出来的人 我觉得很烦的 就是他们的讲话 有一次我在北京 我从那个旅馆的楼梯下来 哇 有人吵架 我发现不是在吵架 只是在讲话 所以讲话好像吵架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自己听听 你可以怎么样听呢 你把你的手机开的video 然后你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你录下来 然后再自己听听看 你会了解 你的孩子听见的 是怎么样的态度 怎么样的声调 你讲话是不是太急 是不是好像命令那种口气 所以我们就会自己改善 所以录下来 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你知道的 你一听你说 我不喜欢我这样子讲话 那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拍下来 那更好 我在学指挥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就是录下来 当你看自己的时候 你会很不满意 对不对 你会说 为什么我的表情是不好的表情 或是说 我指的不够准确 人家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进来 你会发现很多 你自己可以进步的 我曾经在一个教会 我训练他们做主席 我就用我在学校学的办法 video 我只是给他们说 读一段圣经 那么所有这些要学的人 每一个人是读一段圣经而已 我从他们 开始走上台 到他下来 video 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 不需要我讲 你就自然进步 为什么 因为你看见的时候 说哎呀 为什么我走路那么散漫 我应该走路有一个目的地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所以有一个目的地 就像我们学钢琴一样 很多人学钢琴 叮叮当当 一个音坛 但是这个音乐是有目的的 你要往一个方向去 你的头脑要想 有一个目的的 对不对 所以做主席呢 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散漫的走路呢 在下面看的人很辛苦 那你到的时候呢 你要读这段圣经 你在那里呢 圣经还没有打开 还没有预备好 在下面等你一秒钟 很久的时间 打开了圣经的时候呢 还在那里找来找去 哇 这两秒钟太长了 所以video下来的话呢 你就发现 这个要进步 我应该呢 已经放好 我要在什么地方 我在家里已经读熟了 不会我读的时候 这个字什么音呢 或者这个是什么字 你停半秒钟 就是等于你教会里头一百个人 每一个人就不见了半秒钟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办法 我在学校学到的 video下来 然后自己看 你就会进步 你跟孩子谈话的时候 video下来 你会发现 你可以进步 OK 还有什么要讲 我们要十分钟 Rita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Rita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有的时候 说教的小孩子 然后就是比如说 跟他说 你这个这样做不对啊 然后他就反应很大 有的时候 所以现在学到什么 什么是不对 有没有想到 我指出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呀 然后 什么是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他 就是 就是脾气 就是一下子就说他就生气 这样子 所以你要先定义那个 对跟不好 今天学到没有 对的定义是上帝的定义 不好的定义也是上帝的定义 不是我的定义 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 你以前以为不好或是错误 其实不是不好 其实是你不喜欢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孩子知道说 不是我的标准 是是上帝的 是上帝的标准 是上帝的标准 这个标准不是单单你要做 我也要做 我们全家是同样的标准 比如说不可以生气 不是单单你不可以生气 我也不可以生气 比如说上帝给我们晚上 我们要休息 不是单单你要休息 我也要休息 对不对 手机也是同样的 不是单单 你不可以看那么多手机 我也不可以看 你要控制 我也要控制 所以家里只有一个标准 没有双重标准 对 就是有的时候玩游戏也是 然后玩游戏的话 就是我给他设立 就是周末 如果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给他设立 对 我让他周末只能玩一个小时 但是有的时候他老是会超时 我就一直吹他 吹到有的时候都吹发火 对不对 不是我跟他设计 这个已经错了 我们所有事情是从上帝决定的 所以比如说圣经没有说手机 但是圣经有说爱惜光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解释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要跟他说圣经里面的 当然了 每天要跟他一起读圣经 他就不会说都是你决定 对不对 我们要孩子知道说 不是我决定 我不是上帝 上帝的话怎么样说 有的事情上帝没讲 那就无所谓 比如说爱惜光阴 上帝有讲 所以上帝每天给我们 每个人都是24小时 我们要爱惜光阴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手机不是不好 手机很好 但是是时间的控制 那这方面圣经没有说什么时候看 什么时候不看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把那个原则解释了 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只有24小时 对不对 然后跟孩子讨论 不是我决定 不是你决定 跟孩子讨论 我是怎么样跟孩子讨论 一天24小时 对不对 那我们要睡觉 没办法 上帝照我们就是这样子 晚上要睡觉 所以睡觉时间先拿出来 要上学 上学时间又拿出来 要吃饭 拿出来 要洗澡 一定要做的事情 剩下的时间 要做功课 要玩 要自由的时间 那在这些时间里头 我们一起来安排 那你的态度呢 记得尊重孩子 因为他是照着上帝 形象被造的 对不对 所以你跟孩子讲话 必须要是温柔 因为耶稣基督 是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要学耶稣 对不对 所以跟孩子讲话 不要命令 不要就是替他做决定 我们跟他讨论 要很多时间 对 也没有命令 有的时候我也是好好 就是像今天我那个 一起看个动画片 然后我说 这个母亲跟这个小孩子 就是他们就是 就是这个小孩 对妈妈就是讲话 很nice 然后 然后我说他 说他 然后他就又不高兴 又开始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 在那边 这样子 你给他好的是对的 但是 对 我看到 我看到东西 然后跟他说 你这样子是好的 然后 就是 不要说不好的 你就是好的 对吧 但是更重要是 你有没有每天跟他们读圣经 没有 那个就没话讲了 最重要的事情没做 对不对 所以是的 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态度很急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 怎么样改变呢 同样的上帝 没有难成的事 什么事情上帝都可以做 只要你肯听话 只要我们肯听话 我说上帝啊 我过去的习惯就是很急 但是我发现原来不可以 因为呢 结果我的人际关系就不好了 所以我要改 所以上帝求你帮助我改 那上帝怎么样帮助呢 你家里有其他人 你就请其他人来帮助你 你跟你的孩子说 孩子对不起 妈妈以前不懂 所以现在在学习改变 你来帮我 如果妈妈发脾气 请你提醒我 赶快去祷告 那我在香港有一个妈妈 信主好几年了 但是她还是会发脾气 有一次她来找我 带了她六岁的孩子 那我就跟那个孩子说 我们不是讲过吗 妈妈发脾气的时候 你要提醒她去祷告 对不对 那个孩子说 妈妈发脾气很可怕 我不敢说话 所以我就跟孩子说 那不要说话 你看下妈妈好像要发脾气 你就把手放在一起 做一个祷告的样子 给妈妈看 然后跑掉 所以她就这样做了 对吗 所以人家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谢谢她 可能你不记得 所以需要人家提醒你 那孩子会喜欢提醒你 然后你再问孩子 妈妈有没有进步 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 同一天 妈妈跟十几岁的孩子都信了主 过了几个礼拜 我再回去的时候 我问妈妈 你的孩子信了主 有没有改变 她说有 我问了一个teenager 你的妈妈信了主 有没有改变 她说没有 对 我们还可以进步 对不对 Maggie问 灵修很难维持下去 灵修很难 就是谁不愿意 你读圣经 你要了解 你说因为我很累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读了不懂 因为我 但是不是你 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家庭 父母带着孩子 全家是这样 我们家里是从结婚开始 所以小孩子从出生 就跟我一起读圣经 所以我们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不是从开始 你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开始的话 现在孩子已经不同的岁数了 你要开始的话 要先跟他们讨论 开个家庭会议 我们决定 我们决定 最方便 你先到现在 妈妈以前不懂了 原来我们要从小 你们出生就每天跟你读圣经 对不起 现在妈妈才发现 那我们 想想想什么时间 对我们最方便 一般来讲是吃完晚饭 我们一起吃晚饭 吃完晚饭 不需要等每一个人吃完 差不多一两个人吃完了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管 先读圣经 那么读圣经 我们家的做法 你可以采用 也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我们家是很简单 因为是家常便饭 所以必须要简单 所以我们是一个人开始祷告 请耶稣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读你的话 奉主耶稣的名 阿妹 很简单祷告 那我们就读一章圣经 读不是解释 读一章圣经 我们从最小的开始读 如果他还不会读 他就只有听了 会读的人 每个人都会读一段 读完了 我们就轮流祷告 读一章圣经 五分钟吧 轮流祷告 每一个人半分钟 几秒钟 所以整件事情 十分钟 很短 因为你要记得是 每天做的事情 家常便饭 所以一定要简单 不要复杂 所以你每天煮的东西呢 就是有淀粉 有protein 有蛋白质 有菜 就是这么多了 可能你菜跟肉炒在一起 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每天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简单 不可以藏 你试试看 跟孩子讨论 因为他会讲话之后 你要跟他讨论 ok 然后呢 你要记得是魔鬼 不要你读圣经 魔鬼 不要你读圣经 因为圣经记载魔鬼 所讲的第一句话 他是问夏娃 上帝岂是真说 夏娃没有完全 准确的知道 上帝讲什么 他就输了 所以我们要记得是魔鬼 不要我们读圣经 所以你要抵挡魔鬼 不是人的问题 是魔鬼 当你知道你的仇敌 是魔鬼的时候 你不会听他的话 每一次你觉得 不想读圣经 没有时间 你就要提醒自己 这是魔鬼拦住我的 所以我不听他 ok 所以时间刚刚到了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言之请Kater 带我们祷告 好吗 主我们感谢你 提醒我们 我们要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 你是我们的主 而且真的你也救赎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应该来带到你的面前 也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 所以在家庭的里面 主啊 叫我们晓得你是我们家庭的主 因此我们都来遵你为我们的主 把弟兄姊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 把孩子们也交在你的手中 加我们恩典力量智慧 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子 自己好好活在你的面前 也敬畏你 从你得着智慧 把孩子们也都带到你的面前 弟兄姊妹们愿意开始有家庭祭坛 你帮助他们 主啊 我们就这样子仰望你 你继续的施恩引领 我们谢谢你晚间这样与我们同在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想到什么问题再写给Keta Irene还有一个问题 Maggie Irene Irene posts一个问题 我没看见啊 Does that mean we are treating our children as equal and we as parents doesn't have authority oh 很好的问题 We do not have any authority All authorities belong to God 很重要的原则 对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We do not have any authority 所以那个所谓的 parental authority 是错误的思想 所以所有的可做 可不可以做 是同样的 applies to parents applies to children we have only one standard It's God's standard Okay So you do not tell the kids I'm the parent that I have authority So this will only make them rebel Okay So teenage rebellion actually came from there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said Well I don't I don't buy you I don't agree But I can't do much When they're bigger than you are They will rebel Okay So avoid rebellion By respecting Little kids Okay And how to respect them Is to know that we do not have any authority Because we follow Jesus Christ The authority belongs to God So God gives us his word Then when we teach our children According to God's word That's where the authority is Okay So make sure That I do not show myself As higher than you are Okay I am the same As all my kids We are all under the same law Under the same God Okay So try Okay 可以用中文讲一遍 可以让其他家长 我们没有所谓父母亲的权威 这是错误的思想 所有的权威是上帝的 上帝给我们是经理 我们不是owner 我们不是拥有孩子 我们是经理 上帝看得起你 把这个很宝贵的一个人 或是两个人 让你来经营 让他成为一个虔诚的侯代 就是做管家的意思 做管家 对 所以你是做一个好的管家 怎么样做好的管家呢 你要听主人的话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重要 要读圣经 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 因为魔鬼知道 你圣经不熟你已经输了 所以教会里头要彼此鼓励 用功读圣经 因为发现太多基督徒不读圣经 所以糊里糊涂嘛 所以都被魔鬼欺骗了 是不是 那刚刚dr.su还讲到很多青少年的叛逆 也就是因为父母亲认为自己有权威 对 因为they can see through 我们不是perfect的人 我们不是十确十美的人 对不对 所以当然我不能说我是上帝 所以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犯了魔鬼的问题 把自己当作上帝 要你听我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不是要你听我 而是我们一起听上帝 OK OK 下次再讲 时间到了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就是弟兄姊妹都可以提给我 那我就会转给我们的子 OK 谢谢 感谢 拜拜 二月的第一个